自家公民遭到中国政府拘留 加拿大22日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 首都要求北京当局释放被拘捕的三位公民 此外美国国务院也对这起事件表达关切 再次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刻放人 根据自由时报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透过声明指出 加拿大正在履行和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 针对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案进行公正的法律诉讼 但中国却任意拘留三名加拿大公民 因此要求北京快点释放他们 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加拿大政府21日曾传召中国大使重申要求释放三位公民 根据了解要求中国立刻放人的不只有加拿大 美国国务院今天也以副发言人巴拉迪诺的名义 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对中国拘留加拿大公民深表关切 呼吁中国立即释放 这已经是美国第二次公开要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也曾表示过 对于北京非法拘留加拿大公民感到不能接受 除此之外英国和欧盟也透过声明表达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 期盼遭到拘捕的加拿大人尽早获释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佑佳整理报道